欢迎来到君与鸡频道 今天和大家讲讲鬼王不无时无产 他是存活近年以上最初的鬼 鬼的解决支配者 自称为无限接近完美的生物 性格残暴无处 这位鬼的始祖 无产能够将他的血分给人类 必将其变成鬼 并在鬼的身体里面设下招呼 通过诅咒 他能够读取其思想和掌握他的位置 而泄露无产情报的鬼 就会遭到腐蚀身体而亡 无产能够随意改变自己的滋容 时而为男性时而为女性 时而为成人时而为幼童 正体不明 但是正常情况下 他都是以年轻男子的身份试人 在整片鬼面之刃里 他是属于高颜值级别 他收获了许多谜地谜媚 也包括了我们 作为最早突破界限的鬼 就算被日轮都斩首 他也不会死 除非是照射到阳光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出生于遥远的平安时代 虽然无产凭借活下去的执念 拼命从鬼门关爬了出来 但是活下来的他被断言 活不过20岁 平日里也一直卧床不起 一位善良的医生为了延续他的寿命 而为其延续了一种药 这种药能够让无产的身体恢复了健康 而且能拥有更加强的身体 和长生不劳 这根药会有一个副作用 又让无产觉得自己的病情反倒恶坏 这让愤怒的他一时把医生给杀了 之后他开始渴望人类的血肉 也无法在阳光下行走 虽然之后他恢复了健康 可是一辈子无法在阳光下行走 让无产觉得无体的屈辱和愤怒 从医生留下的药方来说 他只差最后重要的一味药 就可以成为完美体 那就是蓝色彼岸花 无产在平安时代变成鬼后的数百年 他为了找到可以让他变成完美生命体的蓝色彼岸花 他在日本各处制造了许多倦史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蓝色彼岸花 只在百天开花 由于鬼到处纵乱的关系 有一些人加入了有产巫夫家族所创立的组织 鬼杀队 没有专业杀鬼能力的鬼杀队 所以无产是没有杀伤力的 直到寄国园医的之间 让他感到的威胁 寄国园医自创了日之呼吸 并将日之呼吸传给其他队员 死鬼的数量照样下降 无产第一次与园医交手 他就感觉到了危机 但是他数百年来都不曾体会过的 无产的身体割造疑与残忍有很大的区别 他有五个大脑七颗心脏 他的再生能力极强 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也能瞬间恢复 即使身体被切成薛碎也能完全复原 在这份再生能力面前 任何刀刃攻击都对他起不了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不过喝刀以及日之呼吸 是因为有着与太阳有着相近性质的因素 因此是除了阳光以外 唯二能够破解他再生能力的方法 放放放 祖师在一旁观看 两人的战况十分激烈 但是就在最后一刻 无产不敌原医 他将自己身体分成1800多块 尽管原医砍掉了1500多块 但还是让无产逃走了 之后他低调的躲避原医 直到原医寿命已尽 一千年后无产将血分给 日之呼吸继承人一家 也就是炭治兰一家 他想要知道出能够克服阳光的鬼 但是没有人变成鬼 其实他露下了狗烟残传的女兜子 无产他在动漫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是在世界上 炭治兰品味觉分辨出 眼前有的人类家庭的男生 就是当初杀害他全家的凶手 炭治兰耳上的耳椎 更是刺激到无产以前的记忆 让他不息发出通杀令 炭治兰以日之呼吸继承人的身份出现 曾经原意带来的恐惧感 让他再次害怕 上弦之鬼也在炭治兰的出现后 一个接一个被击杀 使这千年以来的平衡崩坏 无产利用上弦之士名女的能力 找到藏巫夫家族的位置 听新手杀害陷恨主攻后 他的战场还刚刚开始 他会不会再次逃跑 或是催会鬼杀队呢 我们下期见 我是Mandy 我是Marian 离开之前点忘了三连击 点赞 订阅 分享 并打开小铃铛支持我们吧 谢谢大家 拜拜